能够自己准备食材 看见有机天然的食物 透过自己的双手 用铝箔纸仔细包好 接着就是要放在 用田间泥土做成的土窑里 控上一个半小时 使用的燃料也是 乡下山民间的木材 让整个体验像是回到 小时候的童年时光 因此许多住在台北的 同窗好友 把同学会的旅游行程 移施到乡下走一回 其实这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我没有玩过控窑 然后今天买来这边玩 就是跟大自然的接近 其实对我们这种 住台北的台八松 就是其实跟出国一样 就我们今天还在开玩笑 这个比出国其实更有乐趣的 更接近自己的土地 众人把控窑的食材放好后 接着就是在土窑的周边 铺上粘稠的这把泥土 仿佛把时光拉回到小时候 亲近土地的感觉 大人小孩都成了土地上的玩家 在台湾已经很少有这种体验 然后来这边好山又好水 然后就能够台北的朋友来玩 然后就一起来玩 就很好 很棒 透过到乡间的实际体验和消费 让愿意传承传统文化 和农事活动的农家 能够有持续的收入 进而让现代人 有机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接近台湾自然环境 注释友善作为 获得支持 才能享受难得的美食 泥土 好时光 公民新闻记者吴玉如 賴之沁 采访报道